机车遵守两段式 左转规定停在带转区 明明有自行车专用道 脚踏车骑势偏不齐 因为单车道被带转区卡住 拐来拐去还得绕过机车 反而危险 标线设计让民众看得一头雾水 自行车道嘛 那你要自行车这样子 这样甩尾过去嘛 这样不太合理吧 大家人家要走过 你这样玩了这样 感觉说这样比较危险嘛 街坊民众对路口标线设计 很有意见 因为高雄中正凯旋路口 带转区化好 自行车专用道为了绕道 出现两个转弯 被网友形容像闪电 依路线骑反而危险 铁路平交道的载燃机在中间 所以比较适合做法 可能就是调整 它的一个转折的肩辫段 一般带转区没和单车道冲突 没有绕路问题比较单纯 惹来争议的路口 从制高点往下看更明显 带转区空间不够大 机车长停单车道带转 等于也占用单车族执行空间 设计合法不一定符合 实际使用情形 网友眼中的闪电型标线 恐怕还有调整空间 三地区的许事长 汪汇文高雄报道